來請教郭東哥怎麼看這部分 我們說遇到選舉的最後 這個中國蓋濟台灣的選舉 是不是越來越明顯 今年這個大選 大家手段都用得不用其擠 我們一直提醒我們的觀眾 如果你沒看到的時候 這次的選舉 真的會落在很大的陷阱裡面 不是只有一間紅色的媒體 每天用電視報紙 在幫你順路 你們看白人用他的一圖 歐邦成立一個政黨 他會這樣無黨無塞 我們現在法律對他就沒辦法 我們有一個組織犯罪 每次辦到統處黨的時候 就交捕回去 就沒有下文了 所以從這裡來看 你再想到 當時馬英九為什麼 會放張安樂回去 你經常看到馬英九在那裡 天天靠靠的時候 你會覺得奇怪 馬英九你是香港新的人 你香港出新的 香港的法律辦這件事的時候 你為什麼沒有一句話 你香港政府出什麼事 沒有 這叫司馬昭之心 整頭的 不是單一的個案 這次陳同昭 怎麼會這樣馬英九的困惑 會想起這樣 張安樂就是這樣啊 張安樂的東西 要回來的檔案 當時什麼人開門給他出來 立賣的就是馬英九 大家也知道一禮賣做什麼東西的 但是國民黨開始就開這個大門了 我沒客氣說 這次如果說法律上 你個人說個人的 大家拿法律的定屬來辯論 但是如果說政敵 你不能用法律來包裝一個政敵 法律上證明什麼 香港的法律沒有自主權 沒有自己自主的 他的立法制裡面 聽法律自己就沒辦法在行 他要聽中國北京的 所以他最終審判 都要送去北京 讓北京最後的心盼 剛才我們在政治上 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次香港的作為 讓人家大家奇怪 如果說政敵 照理說 你香港如果逮捕陳同家 送給台灣 就是符合你逃犯條例 你的送中條例 你送中條例 你香港的特首和法律 可以把一個凡人 要送去北京 要送去歐盟 要送去台灣 都可以在行 你為什麼不敢把台灣 扣在一中裡面 我先逮捕 根據逃犯條例修訂的 我要送給台灣去 當然是北京不準 但是你為什麼不用這種 讓你在香港 這次送中有政動性 你現在不敢 放你自主 你那個逃犯條例 等於沒有自主性 證明什麼 證明台灣的法律 跟你香港各自切開 我們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的法律可以當主書館 我們不屬於一個中國的 所以我們來 可以逮捕 你要逮捕 不准 證書不是這樣 這差別你這次這樣 馬英九你是讀法律的 為什麼你不用法律 來解釋給所有支持者 聽說香港怎麼會這麼愚蠢 結果你在那裡一哭 把焦點都移到別的地方去 這不是用悲情 可以解決一個泰狼案件 你是遇到法律的人 法律最重要是冷靜嘛 哪一條哪一條 用哪一條 你說到八十天啊 你沒辦法說出來 說到你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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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美國籍的耶 我沒想要跟他拼一手說 讓你女兒發生事情要輸他 他就是美國籍的耶 所以馬英九先生 發揮你讀法律的專長 解釋給人民 你不要用政治 你的政治立場 大家都知道你的政治立場嘛 白人這次來 我們組織犯罪無法頒 現在台灣中南部的廟室 十間有八間 都開始在滲透裡面 三不五還是 就由我們這載的信徒 去拜廟 去剃圖 去中國 你這張選紀錄 你如果不注意這個 不是只看標明的說 五星紅旗升起來了 人家出帝 那是標明的啦 裡面的心 人心都被賣掉了 你要怎樣 那一旗沒差 那一旗也是中國 你要怎樣處理 所以我鐵七民進黨 鐵七民進黨的國安當局 你如果不執行的話 今天你國安當局 存在的必要在哪裡 如果你這沒辦法 為了給台灣的安全 算計算的時候 整個台灣變成的時候 我們再請算說 哪有一個國安投資要負責任 哪有一個國安黨要負責任 哪有一個國安黨要負責任 那都不會扶了啦 對